一大群高敲痕 聚集在膝床 一受到惊扰 立即快速起飛 在空中盤旋 不久又快速降落 急急急急 高亢而急觸的警戒鳴叫聲 不覺於耳 場面壯觀 引人注目 催鳥助力在膝旁蘆尾枯枝上 一動也不動的盯著水中獵物 突然間俯衝入水 抓空了 不信邪再一次試試看 果然得手了 保餐後 梳理著羽毛 一副滿足自得的樣子 助力已久的夜路 見食雞一道 猛然衝入水中 擄獲一條大雨 立即享受起 美味的鮮魚大餐 秘食中的柴雨 突然鼓起雙翼 警戒起來 他 發現了什麼嗎 原來是宏觀水雞來騎雅 小群的鷹班鈺一起活動 姿態優雅 不知為何兩隻竟然互看不順眼 來個飛撲對著 纏鬥不休 真有趣 這裡是新莊北面 新湖尾溪的溪床 在春天裡 許多野鳥飛來此處 漆襲 覓食 繁衍後代 也因此發生了種種有趣的故事 25米的鮮魚走 其實火動瓶間 hairstyle croch泽的雲 飲品 如果這部黑金紅 加熱門 冰水 ерв留 打 愛鳥的我 在西床岸边搭了一个平台 一得空闲便来此拍摄 这些野鸟的生活点滴 高桥横有长腿美女之称 粉红色的腿又细又长 像踩高桥 身长约32公分 行走时步伐稳健优雅 她的红墨粉红色 黑色的腿细又长 白色的身体 黑色的翅膀 分外分明 公鸟和母鸟的差别 在于公鸟背部的翅膀羽毛较黑 母鸟黑咖啡色 亚臣鸟则是褐色的 体毛尚未全白 高桥横的情爱世界十分有趣 母鸟低着头 公鸟绕着它转 这对情鸟要进行交配了吗 咦 却分开了 来到潜水滩 母鸟依然低着头 并将尾巴瞧起 公鸟依然绕着吃鸟走动 并快速用嘴 点水 积起水花 然后飞跃至母鸟背上 终于完成了传宗接待的大事 完事后 熊鸟落地 吃熊二鸟 头靠头 嘴会交叉 香咪香微 轻轻握握的画面 十分浪漫重的 慢慢找好地点 闲着小石子枯草等 竹草 布置爱窝 不久生下四颗蛋 公鸟和母鸟轮流孵蛋 十八天后 小鸟陆续孵化 轻鸟 轻鸟实时在旁守护者 雏鸟具找熟性 刚出生的雏鸟 几小时候就能走动 付出的当天或第二天离巢 轻鸟会带领雏鸟到有食物的健康 让雏鸟自行捕食 轻鸟在一旁借户 遇到危险 雏鸟们会快速躲在母鸟屈身的雨滴下 雨滑拉拉拉的下着 母鸟仿佛是一只大雨傘 保护着幼鳥 顽皮的小不点 跑到傘外溜打 妈妈不停的呼唤着 要小心喔 要小心喔 一旦有外敌出现 青鸟就会奋不顾身的向前驱赶敌人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 小高敲寒 体配先有灰核色语言 再转为核色斑块 幼鳥逐渐长大 母鸟依然守护在旁 心心照顾着 轻轻的伟大令人赞叹 宏观水极了 但被臭轻母蛇吞食了 强到无耻 强到无耻 憤怒的鸟夫妻 对着蛇大骂 这恶徒根本不加理会 还土性想咬人呢 保持一顿厚的蛇 昂起头来 慢慢转身舔着大肚子 不急不许的离开 不管宏观水极如何叫骂 一路土性向前行进 等离开陆地 进入水域后 突然加速前行 宏观水极也趁机高举双刺 左咬追击 已发现默契 但一切都是徒劳的 只能怅然的看着它扬长而去 无可奈何下 只好回来重新整理旧潮 好继续完成繁衍后代的使命 宏观水肌外形式家肌 体长约30至50公分 全身毛色以黑色为主 主要特征是额头处 有一长条状的鲜红色肉柳 从它们的外表与色上 不容易辨识痴熊 一般认为体型较大的为雄性 体型较小的为痴性 宏观水肌不善飞翔 黄绿色的绞径细长 脚有柿子 指尖距离大 可以在潜水的软泥上行走自如 脚趾前三后一 虽无脯却是游泳高手 宏观水肌吃昆虫贝类或嫩芽种子 属杂食性鸟类 宏观水肌在繁殖期间 禁足配偶时会打架 双方弹跳 用腿扑及对方 一旦胜负分晓 输的一方逃离 赢的一方就与吃鸟走向红毯 公鸟有时伸长脖子 快步趋近母鸟示爱 彼此磨蹭 看这对情侣 你猜会有结果吗 哎 面有意囊却无情 互相追逐一阵便分散了 这对情侣就有意思多了 这对情侣就有意思多了 他们共同修竹艾巢 你浓我浓一番后 就到外面来 成就一番好事 宏观水积的繁殖力很强 宏观水积的繁殖力很强 一年可以生产二窝 每窝已约六至八颗蛋 孵蛋期约二十一天 除鸟聚走熟性 孵出后会紧紧跟随在父母后方外出觅食 父母还会轻轻的咬着食物 让小宝宝练习取食 他们夫妻的恩爱 以及对子女的呵护照顾 让人感受到美满温馨的全家福 母彩玉发出如陶地般的求偶声 摆动着身躯吸引公鸟 一只公鸟纹身而来 像个小羹般似的 紧跟在母鸟后面 彩玉的交配 是一群有礼貌的生命之歌 数战数绝 几乎是一秒钟就完事了 交配完公鸟跳到地上时 和母鸟双双低头 互相敬礼以示谢意 交配后 它们咸草竹槽 这对柴玉的槽 就竹在布袋连下 此鸟一天产下一颗蛋 偶尔隔天才产下一颗蛋 通常一窝有四颗蛋 下蛋期间 它们形影不离 尽情享受蜜月的恩爱与漫漫 歡乐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 母鸟下完蛋后就飞走了 接下来的孵蛋 与育除的工作 完全由柴玉爸爸一肩扛下 而母鸟又开始新一轮的求偶 交配下蛋 柴玉繁殖席性为17多夫制 平均一只母鸟 会有5至8只配偶 柴玉属二级保育类野生动物 母鸟体色艳丽 体长可达24公分 非繁殖剂并不鸣鸟 公鸟体色则显得暗淡 体型也较小 在棋息环境中 低调的雨色 具有保护作用 雅成鸟 大隻和熊鸟相似 但白色眼眶不明显 嘴会的颜色较暗 才遇深性害羞 行踪即为隐蔽 不爱飞行 遇到危险时 会选择躲藏 或在原地定住不动 利用保护社 和遮蔽物保护自己 如果有其他鸟类侵入领域 才遇立即警戒 只见它们违章着嘴会 鼓起翅膀 意面朝前 企图嚇阻入侵者 才遇觅食时 会节奏性的摆动尾部 主要吃软体动物 昆虫 螺类 蚯蚓 甲壳类等 无脊椎动物 尤其捕食 浮瘦螺 更是对生态环境大有助益 約20天后 柴玉爸爸带着小柴玉出现了 幼鸟聚找熟性 在孵化后 一步一驱地跟在熊鸟之后 等熊鸟找到食物 便一涌而上 酌取食物 你看 柴玉爸爸带着四只 雏鸟一起觅食 微镜的画面 将父子情深 表露无遗 星湖未熄的膝床 像一个没有时空限制的大舞台 膝床上 栖息的众多野鸟 彼此互动 争夺 各有各独特的生活方式 它们适应环境的方法不一 繁殖习性 御厨方式各异 它们成长的历程 从破壳而出的幼厨 到长大成熟的成鸟 身体的增长 毛色的变换 叫声的改变等等 这一切的一切 就像一首一首生命的乐章 夜与继日 持续不断的在这大舞台上演着